按下按鈕 司機隨摳隨到 共享平臺爆發性成長 卻衍生勞權問題 現在美國拜登政府真的掩擬 未來可能將更多零工經濟的勞動者 納入企業僱員單位 而非歸類為獨立承包人員 市場擔憂此舉 恐怕會對共享平臺的商業模式 構成挑戰 Uber和Lyft十一號收盤雙雙重挫 超過百分之十 各大企業為了節省成本 大力推動減少全職員工的數量 轉向聘雇獨立承包商 美國勞工部卻表示 許多雇主將雇員 錯誤分類為獨立承包商 剝奪了工人合法工資 員工福利等權益保障 也讓最脆弱的工人 陷入工作不穩定的尼納 如今美國勞工部的新提案 預計將影響高達六百萬工人 並連同波及廣大的品牌客戶 不過也有人認為新規範 就算通過也不會有立即性的影響 Lyft就表示他們認為新智 對目前的業務不會有影響 專家則對拜登政府喊話 殺雞 菸用牛刀 美國勞工部將從十三號開始 就擬議規範展開為期 45天的意見徵詢期 只要規則確立 預估最快明年出生效